向往的生活 第二季本周正式受关了 相信许多观众都非常舍不得吧 尤其是大华在节目中的时而机智 时而贴心 时而犯上 把观众逗得死去活来 而这次黄磊为了最后一顿饭 决定做饺子 但问题是没有韭菜 于是提出跟何炯出去把菜给买回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 杨颖却提出了个人建议 杨颖提出 反正都是本季最后一期了 干脆让大家都出去玩一转吧 提议一出 何炯也帮忙打圆场 此时连王逊这么爱干活儿的人 都想出去溜大一圈 看来大家在蘑菇屋待久了 还是会厌烦 非常向往不一样的生活 既然何炯跟杨颖都希望把大家带出去 黄磊也没话可说了 值得注意的是 大清早所有嘉宾都起床了 但唯独大华却不见人影 可明显大华就在睡懒觉 对于出去几件事全然不知 当大华起床下楼之后 正巧碰到了黄磊 黄磊告诉刘宪华等会出去 虽然没说出去干嘛 但刘宪华却以为是出去吃饭 这可是让大华震惊了 怎么可能 整集节目都没有出去过 怎么可能出去呢 大华此时满怀疑惑 怀着疑惑 刘宪华来到院子 开始询问彭玉唱 杨颖 他在骗我对吗 看来幸福来得太突然 刘宪华完全不能接受了 虽然彭玉唱很诚实地 告诉刘宪华这是真的 但刘宪华就是不相信 毕竟经常被黄磊戏弄 估计是怕了 面对刘宪华的怀疑 彭玉唱实在看不下去了 哥 你怎么防备心这么 就连杨颖也忍不住调侃大华 一会儿就把你卖了 我去 杨颖这话纯粹就是 吓唬小孩的话 对于一般来说 只要听到这句话 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对方是在开玩笑了 但问题是刘宪华是当真的 就在刘宪华被搞得 稀里糊涂的时候 黄磊走了过来 刘宪华赶紧问黄磊 你是不是要把我卖了 听到这话黄磊倍感震惊 生平还是第一次听到这话 从一个大男人口中说出来 当然凭黄磊的智商 怎么会不知道 大华的真实用意 于是直接回队 你卖不出什么钱来 我卖你干啥 听到这话 大华一脸猛逼和委屈 难道人家就这么不值钱吗 面对这个镜头 杨颖瞬间被逗笑了 看完这些 相信大家已经看出了其中的问题 刘宪华是真的以为黄磊在骗他吗 还有他真的以为黄磊要把自己卖了吗 答案很明显 刘宪华又在装傻了 目的就是给节目带来一些乐趣 虽然给人感觉自己傻傻的 但重点是这样的 傻气既把观众逗笑了 也把自己的女神阳影给逗笑了 这么看来 你还觉得刘宪华傻吗 可以说他的聪明 让许多人望尘莫及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